高山說全球的石油市場 在這一季是面臨到大幅的一個短圈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OPEC加減產 要請教呂副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塑化產業是比較有利的 是 我在前一個橋段 談到就是沙烏地阿博 跟美國的關係在惡化 所以這次的這個大幅減產 背後其實沙國走了自己的路 他沒有照原來美國的期待 所以你發現那個美國的高層 都說為這個減產感到遺憾 這是我們要有的心理準備 以後國際油價恐怕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很多來自於國際關係 地緣政治的牽牢 再來我們如果對焦在塑化產業的景氣 在第二季我們的一些指標公司 他是虧錢的 可是到這裡布蘭特原油 既然創了七個月新高 就剛才主持人講 本季面臨大幅短缺 所以他這個利差開始擴大 往後可能 各位再往下看 他說這個緊張會到2024年 所以我覺得如果進入到第三季 他是一個北半球 進入到所謂的消費旅遊的旺季 對油會再有進一步的一個 拉抬跟催生 那就有相當的機會改善了 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覺得比較低迷的 這些塑化股 他的一個景氣或是營收 這是一個角度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我們注意到 其實這整個今年下半年 國際油價已經反彈了兩成 可是我們這些相關的指標公司 他的營收獲利並沒有大幅增加 所以可能可以這樣解釋說 他比較糟的情況慢慢度過了 可是他的營運 還沒有完全脫離谷底 他大概需要一段時間 在那邊沉澱 休息 這個是可能兩個角度切進來 做的一個判斷 另外我覺得要去追蹤這個PVC 因為隨著中國大陸 世界工廠的角色開始被鬆動 印度 剛剛我們幾位都談到 印度的角色在凸顯 我們發現那個印度的PVC 硬化了整個經濟產業上來 年徵的比例高達